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有的人真的對名字很在乎 盛美有個朋友也是三代單傳 但是媽媽覺得 兒子跟孫子的名字都不好 我這個朋友是因為 他的媽媽很傳統 人是很好 可是就是比較相信命理老師這些 所以就是我這個朋友 他是大概在大概高中的時候 改過名字 那因為他們家是三代單傳 所以他的名字 當然就是爸爸取的 而且也跟我一樣是按輩分 所以他那個中間的字 其實是輩分的那個字 那到高中的時候 因為他書讀得不好 老師就是比如說 班上可能四十個同學 他大概就三十八名 類似這樣 媽媽就覺得說名字取壞掉了 而且尤其是當時取名字的時候 沒有請老師看 因為有的父母親就是 他就自己取了 這個媽媽呢 也就趕快私下去找老師 然後把深層八字都給老師 老師就幫他換掉一個名字 而且不但是換 還跟他講說你不能吃牛肉 你要記什麼什麼什麼 從頭到尾的原因都在於 就是說他不會讀書 他說改了名字 書就會念得很好 這是我這個朋友 可是我這個朋友 後來高中畢業 其實書也念得不好 你不讀書怎麼可能說 名字就改名字就很好 可是洪英大哥 真的有些媽媽或爸爸 他們是信這個的 等到我這個朋友的兒子 就更誇張 我是親眼看到就是說 這個兒子上了國中之後 因為這個兒子長得很好 其實書也讀得不錯 那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大家都知道 到國中就開始叛逆 回到家一句話都不講 你們家的國中生是不是也這樣 正不正常 正常 可是阿嬤 這時候已經變成阿嬤了 阿嬤就覺得不得了了 他不知道是卡到陰還是怎樣 又去找老師了 那你知道 這個孫子的名字也是按輩分 也是爺爺取的 但是又把他的名字整個改掉 改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老師就說 我跟你講他不乖 是因為那個名字 跟他的這個生肖不合 人的名字跟生肖不合 就整個人就亂掉了 所以把他改這個名字 就改了之後 就規定大家都一定要叫 因為連身分證各方面都改了 那現在這個孩子要上高中 我就問我這朋友說 他個性有比較好嗎 我這朋友說完全沒有 他說他到現在也不跟我講話了 我就說 你們不能怪天怪地 怪別人 對 就變成說那個小孩會覺得 我原來只是名字的關係 那就更誇張 是 你真正的原因在於 你做爸爸的 你不會跟他溝通 你不是去找老師 命理老師 你是不是應該常常要問一下 我告訴你 你孩子如果想要 會怎麼打掃 該做熱名不錯 有算過筆劃 對啊 算過筆劃 王醫師 你的名字是爸爸取的 對啊 當初 當初取這個名字 也是有像剛剛講的 也是輩份 那因為我們家是金木水火土 我爸爸的名字 裡面有個金字輩 所以我的熱下面是個木字部 那我兒子就是有火字部 我們就這樣 這是名字 那當初我小時候在念書 我其實小時候念書 沒有念得很好 那我媽媽她就會講說 你還好我當初算命 我有一個叫樂天 她說我沒給你取樂天 像你這樣子 這樣很痠心 其實樂天很好 你看現在職棒就有樂天隊 對不對 日本有樂天隊 台灣有樂天隊 樂天 好的也不錯 對 那個小時候就這樣講 你看你還好沒有取樂天 不過那時候小時候 根本不愛念書 那她說 你叫樂天 然後正常符合你現在的性子 對 後來就說 因為我沒有改過名字 後來就一直用這個名字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就自己覺得 快樂的樂 明天的明 快樂的明天很好 每天都有希望 對 對 後來我就覺得這個還不錯 那有些朋友就知道 有些像在念大學 有些 那時候還有去家教 那小學生 那種國中生 他們學英文就給你取錯 他就快樂的明天 就叫你Happy Tomorrow 對 就越來越多 這種東西出來了 對 所以其實這用名字 用到現在還不錯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 那你的小孩有特別去請老師 有 我有請老師 我有去請老師看 你這麼重視這個 沒有 因為那時候 其實覺得這種姓名 還滿好玩的 之前也直接在社團 有去參加過這種社團 什麼姓名學 像周老師這種 你有去參加社團 姓名學社團 因為我以前對紫薇斗數這些 會覺得滿有趣的 對 反正就學這些東西 然後大概知道一些東西 然後那很簡單 找同學算嘛 你去算同學 同學你最瞭解他的個性 你算這個到底是不是這樣這樣 那滿好玩的 對 這種是有點命理的東西 對 所以小朋友在取名字 其實我也有找老師算 就拿給他 那當然他也有一筆費用 也是會有三四個讓你挑 對 那你去挑一個 你覺得比較唸起來比較順口 你的小孩是男生嗎 兩個都男生 現在多大了 一個國 一個要生 現在國二 一個是小學五年級 以後也是會娶太太 對 那你會去重視什麼 合八字嗎 我覺得還好 我自己就好像沒合八字 就是應該是不會 所以有點後悔 沒有 沒有後悔 它自己都會算 對啊 有時候會自己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 只是火力夠不夠就這樣子 沒有周老師那麼厲害 那你當時跟太太交往的時候 會在乎他的名字嗎 不會 不大會 不大會 對 有些人會覺得說 名字取得不好 對不對 是 好 那周老師這邊 這個有因為自己離婚 怪罪小孩的名字不好的故事 對 這個就是有一個客戶 來給我看 他其實已經離婚了 那他是當初他有去讓人看 那他第一次他就是在生小孩的時候 結果去讓人看 讓人看 說的時候 有我們名字拿回來兩三個 那他在選的時候 其實他們跟他老公 他們感情其實那個時候還不錯 那在選的時候他老公是選第二 譬如說他選第二組 那他自己拿給他老公選 選那以後他說 我覺得第一組好 到後來還是選第一組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點 不太快樂 因為他老公覺得 你就 就你說要讓我選 那到後來還是你選的嘛 好 那就也還好 那那個時候 因為就去保護口 那就抱完戶口 什麼都沒事 OK 那因為他住那個作業子中心 作業子中心來說的時候 他剛才他就住半個月而已 後來還還有一個月 他們的那個產假是一個半夜 他還有一個月 那他住半個月 因為這半個月來講 他媽媽從南部上來 媽媽從南部上來不太大 作業子中心有 其實是有夫妻可以 就是可以 爸爸也可以一起住嘛 那結果因為媽媽來 所以就變成他跟他媽媽一起住 還有就小孩子是 那個母嬰分開嘛 那就他跟他那個媽媽一起住 好了 那他的老公就沒 就來一下就走了 來一下就走了 後來就變成說 半個月以後他就說 他要跟媽媽回到南部去 媽媽把他做一個月 又一個月 那就回去了 剛開始的時候 老公還開車送他們下去 送到南部去 OK 那就這樣子 一天到就打電話來 他發現說 老公怎麼越來好像 感情越來越淡 感情越來越淡 後來他現在一個月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打電話說 老公那你來接我們 我們回去 我因為一個半夜以後 小孩子東西就很多了 他說那你來接我們 老公說 我很忙很忙 你這樣子好不好 你自己坐高鐵回來 東西用貨印給他走回來 回到那時候就很生氣 說你要叫我一個孕婦 帶一個小孩 一個女生帶一個小孩 我們坐高鐵 東西用那個貨印這樣子走 這樣不覺得太過分了 那他老公說沒辦法 我就是很忙 好了那他也回來了 那因為回來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女生就是這樣 就會覺得這老公 你太過分了 你不要去幫他載 就開始就是這樣 一個結到一個心眼開 那就這樣 他那個本來因為生小孩 他還有準備一間嬰兒房 好了準備一間嬰兒房 他現在回來的時候 就不要跟他老公睡了 就不要去的祖母 就住在嬰兒房 你想說你到時候 你要來幫我 來幫我鼓鼓聲 來幫我叫 結果老公一天不來 兩天不來 因為時間一久 就變成說 他自己要回到主臥 不好意思 沒人家幫我請 他們就很自然的 就這樣子兩個人 就婚房睡了 就這樣子一個月 兩個月 後來就說 幾百年 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後來就因為去把他嬰兒去 就是清理這件事的時候 後來才知道 他才發現 他回去主臥的時候 蛛絲馬跡 他發現說 原來他們先生外面有女兒 這個女人是在什麼時候 就剛剛好他在他 剛好那個生小孩 抓後那個半個月 開始 那裡開始 就是等於他生小孩的 作業子的時候 他老公已經開始產生這種問題 他就去找老師 他就去找老師 結果老師就跟他說 你這個小孩的名字 扶得不扶勝 因為你這個小孩子的名字 會嗑到他的老爸 就是嗑到他們老公 就是嗑到爸爸 所以把爸爸嗑走了 因為嗑走了 所以你爸爸 你的老公才會 因此而 就是會有女人這樣子的問題 那後來他們一直玩 一直玩 玩到買了 還不到一年 還不到一歲 小孩子不到一歲的時候 他們真的就離婚了 離婚之後 因為怎麼講 老公不要那個小孩 好 看你怎麼屬宅你 那結果說 好 那一個月要給他兩萬 也可以 他就一個月 付兩萬的 扶養 就是那個散養會 好了 就這樣子 他就能夠 一個月兩萬 他那兩萬就 小孩帶回去 他媽媽帶 不過他還是心裡很不舒服 所以做什麼事情都不順 他做什麼事情都不順 那又去怎麼去 因為他命 那孩子的命 他應該改一遍 所以又去的時候說 要再改 因為你這個孩子就是 客戶 客母 現在台姓客戶 現在客戶 要再改 後來那個時候 他可能就是 他就已經都改過了 還要再改 來找我 我說你這根本 就不是小孩子的問題 根本不可能什麼 客戶客母 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在於 你自己要考慮到你自己 因為本來在 因為 生活 生小孩子有一段時間 你本來就 兩個就不相處了 你又做葉子好了 趕快你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 你就要讓林先生 回來跟你 所以沒辦法 睡著會也沒關係 對不對 就一定要有 你那個感情 夫妻的感情 一定要好好 彌補 這是一個正道 而不是一直把它推開 推開 還到後來又好像說 自己又 嚇壞 就變成 又不想跟老公 又沒有跟老公 睡在一個房間裡面 回來 等於說你來 來給我 給我 就這樣子 就把老公給推開 我們也不是說 這樣子一個女人 這樣子是不正確的 但是問題就是夫妻之間 實在出了問題 要自己再考慮一下 自己的行為 那再去看看 這個男生是好還是不好 那當時我有看 我說這個男生是不行的 不行就不要了 離婚就離婚 每一個時代 看那個名字 大家稍微感受得出來 對 它有時代性 對 你看到以前 可能要把小孩養大 健康長大不容易 所以才會有新氣質 你剛剛講辛西亞的心 你沒有用那個 照理說是辛苦的心 那個心才叫是性 心氣質 還有一個叫禍去病 你看那娘 小孩生下來就說 不可以生病 然後當然我講的比較現代 我比較現代就是 像我的在上 大概多十歲二十歲 母鄉的人很多 對 對不對 母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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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日本禮德蓋 母鄉 對 那到我這個年代 贖惠 贖分很多 那前陣子我朋友傳這個照片 給我說他去吃喜酒 你知道吃喜酒的時候 要進去的時候 你總會去找說 我今天的是哪一個 哪一桌 什麼 比方說王州府喜宴 然後會寫什麼新娘的名字 新娘的名字 他總共有四對 今天有四對 有三個叫宜君 那個宜君 因為宜君可以配審 所以有很多姓 可以配宜君這兩個字 所以宜君的女生太多了 然後就變 那天有四歲裡面有三個宜君 有兩個家侯 家侯傳宜君 家庭的家 豪氣的好 家侯 家侯家好